在日本,微型车是很吃香的 而三菱Key Car就是微型车里的佼佼者 三菱Key Car的前脸看着有高挑的感觉 高挑是因为它确实太窄了 它虽然有1米47的高度 但宽度只有1米62 微型车的雨刷设计是对设计师的考验 它的样式确实别具一格 副雨刷只有主雨刷长度的三分之一 大灯是鲁素灯,经典耐用 不过轮毂的样式和用料 却稍有些廉价感 它的接近角和离去角是非常大的 给人的感觉重心也非常高 这辆车的重量有840公斤 搭载了微型发动机 最大36马力,每百公里耗油3.8升 这种级别的车也不用去考虑豪华感这个问题 类似方面,超薄的门把手有非常强烈的紧握感 配上超薄的车门更显精致 置物坐以待手动高低可调 车内一眼看上去没有中央扶手箱 因为它采用了折叠设计 展开之后就是扶手箱 空间利用率还是挺高的 简洁的机械仪表盘一目了然 让人引擎一亮的是 空调面板取消了物理按键 采用触控面板 只不过副驾驶座位的空间感就稍微逊色一些 打开后门有着接近于90度的开口 后备箱的空间大概能放下两个行李箱还算不错 30K Car在日本当地价格为110万日元 如果选装脚垫的话是120万日元 而现在汇率换成人民币为7万元左右 这款车简单实用能满足日常的需求 若是有机会进口 说不定会给武林神车一个不小的市场冲击